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又是怎样呢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月红大帝说 为了方便人们计算年代就举办了一场比赛 正夜初一那天最先抵达神殿的十二种动物 可以当十二生肖 比赛结束时一黄大帝就先不算是 一鼠 二牛 三五 四兔 五龙 六蛇 七满 八羊 九猴 蛇鸡 十一狗 十二猪 我的故事就是结束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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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